來 開個山跟手機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體驗就到這邊 因為我要試一下 我要試一下 我要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 你看得好像都比較靠右邊 小鈞 小心啊 不要不小心被削掉 它對妳來說是多餘的一邊 妳知道嗎 我們兩個是一國的 對 唉唷… 妳…妳在這麼用嗎 來 等不及了 走吧 上路了 上路了 唉… 你幹什麼 這…等一下 我真的很喜歡手排車 它開起來太好玩了 這個聲音 我覺得是這種 這種性能車這種玩樂的車款 整個心情都很好 正所謂人老腳不老 跟子… 伴檔一樣犀利喔 歡迎收看寶島風車訓 教你聰明駕車走好運 我是行男士車手習宇隆 禮物我一下好不好 我是全民視車手宇晨 今天為什麼要這樣開場 我覺得今天不管我怎麼樣 華麗的出場 都比不過今天這個巨星 新車 對 我覺得他今天來到現場 好像就散發著光芒的樣子 這是去年仲裁在歐洲上 是大概經過一年時間 都已經來到台灣的 全新的這個A4 B9的車型 代號全新的B9 之前就是B8D 對 B8D 而且今天來到現場 它是一個AVANT的車型 對 旅行車 我覺得這種車型 其實年輕人很喜歡 它一直我印象中 好像A4的AVANT 在路上年輕度比三天高 因為還滿多 30到35歲年輕人的 電子心可以都買這樣的車 對 所以今天我覺得 我們要好好的帶大家來體驗 這一台全新的車款 對 但是今天我們也很興奮的 我們還是找到了 十家來賓 來賓 到現場 今天這個來賓 聽說也是綜藝掛的 綜藝 記不記得上一集 也是綜藝的甜心 甜心 甜心 這一集也是綜藝的 OK 但是它是女神級的 歡迎這位綜藝女神 來賓 哈囉 哈囉 妳好 來 先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最好是陳語橋 可以叫橋橋 綜藝女神來到現場 而且叫陳語橋 陳語橋 這個是妳的藝名嗎 還是本人 對 是藝名 是藝名 所以我選的那個陳 是跟陳龍一樣的陳 成功的陳 就是我們陳語那兩個 對 就是陳語的陳語 陳語 橋外面的橋 怎麼會這麼取呢對不對 講到橋 大家會講到什麼 你會講到什麼 橋就是橋台姿 要橋台姿 你車沒停好去橋一下 橋橋 妳看 妳南語不好吧 難怪妳搞不懂 所以妳應該叫什麼 叫台語橋 台語橋 妳現在叫台語橋 好 來到現場 台語橋 沒有啦 陳語橋 OK 陳語橋 陳語橋 聽說今天還抱著來 踢館的這個決心 也沒有啦 我有很多的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主持人 那妳喜歡什麼樣的車型 像今天的這種旅行車 妳喜歡嗎 這種我也喜歡 妳喜歡是不是 對 因為我喜歡 柔油線型圓圓的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車頭造成 妳還會覺得 它是流線型的嗎 它怎麼有點尖 是有一點有靈有角的 對 它還滿敏銳的 對 它是敏銳 它不是整個圓的 一般的Audi的車子 我是說妳滿敏銳的 就是整個是圓的 妳的觀察力滿敏銳的 對啊 它真的是有切割面 它是有點像 鑽石切割的感覺 對 我覺得 妳們三個都滿銳利的 對 滿銳利的… 沒有錯 就是跟前一代比的話 妳要仔細的看 妳會發現 它變得很銳利 對 跟妳一樣銳利 有嗎 我沒有 敏銳 關察力很敏銳 就像鷹眼一樣 那個鷹眼是不是 最近有看藝修練嗎 鷹眼 今天一直岔皮 我們剛剛講到鷹眼 其實它也有一個地方 很像鷹眼 哪裡 來 這個地方 頭燈嗎 眼睛 對 它的眼睛 它是比較不規則的形狀 對 通常這個品牌 它的日行燈 它有很多的變化 對 我會把它叫做 日行燈的魔術師 魔術師 每一次改款都不一樣 對 而且出來往往都是讓人家驚豔 對 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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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小鐘 你會拿去小鐘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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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正經一點 來要試車的 今天來到這邊不是女神嗎 沒有被你影響了嗎 沒有 它是綜藝女神 好綜藝女神 對 我們是綜藝 綜藝人 我們換來看它的車輪 可以 我跟妳說男兒也有它柔情的一面 其實我覺得這一代B9 我覺得它跟B8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我們查了一下它的數據 它的車長 車寬 其實都只多了大概一兩公分 對 它還是維持它一個很流線 流線很高興 對 很柔和的一個線條 對 這個我想也是很多年輕人 很喜歡它的原因 對 但是重點是車頂行李架 對 就是這個R棒 有沒有 金屬的冷裂感 它在整個外型上面呢 後面一樣維持了流線對不對 除了是日行燈的魔術室之外 它也可以說是等聚的魔術室 因為你看 它其實在新一代的造型上面 它凹進去耶 對 它凹進 它做了一個前後的層次 而且它這邊 它有切割的感覺 對 這邊很挖空 所以它看起來 尾燈多了這一段 會比較扁一點 對 所以整體來說 車身的比例會稍微往下 被壓縮一點 所以看起來 這個也有一點切割 對 它可以不翹一點 細心 有一點控力的效果 對 所以總合起來 看起來它的跑格 就是運動感 其實都會很濃厚 它前後保桿 側裙 都有配一些S-Line的套件 它保桿 這個排氣管上面 有多兩個反光板 對 這邊 這是前一代沒有看到 這樣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行李箱的空間 這種車的行李箱 你會不會開 怎麼開呢 這個 別搬… 它是電動的 電動的 對 只要打開下去 壓一下就好 別擠… 對… 你講話慢慢的 但是你還滿性急的 對 我急性子 快點…打開給老娘看 你剛剛會這樣子 來 開很厲害 它空間很大 對 它這個其實在 你看到現在的狀況 是一個505公升左右的 一個標準性這樣 很深度的話 這一把傘 大概到我的腿部這邊 快要到腰際了 它可以整個放進去 對 很大 感覺我整個人也可以進去 對 所以它的深度表現很好 那這個行李箱呢 29吋 甚至它的座椅啊 還可以再424 如果你把它全部傾倒之後 全家人出去什麼 抱滿滿的都沒有問題 是 但是現在只能坐兩個 對 還是要坐很小 不要硬塞 真的 好 重點是 在整個駕車的感受上面 比如說你待過澳洲嘛 對不對 對 那那邊的人的開車習慣 跟這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邊開車比較快 比較快嗎 澳洲是幼駕嘛對不對 對 我們是幼駕 因為以前是英國同事 對 會開走駕車嗎 我比較少開走駕 對 在國內比較少開車 對 所以意思是說 小好像比較少在台灣開車 對 上一次開車是什麼車 四月 我在澳洲的時候 今年四月了 對 在澳洲 六月多 而且還是在澳洲 嗯 幼駕 小型哥你知道這什麼嗎 對 再見 朋友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幹嘛這樣子 妳幹嘛讓我們 再可怕的經驗我們都有 等一下 我要說一下 我十五歲就開始開車了 我十五歲就開始開車上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雨喬的開車技術怎麼樣 走 好 好 真的嗎 對 像我們現在 我看看 妳看看 妳要看看是不是 對 我們稍微體驗一下 好 體驗一下一下 好不好 體驗一下它的這個 瞬間的加速的感覺 好不好 有耶 好快喔 加上它的變速箱換檔很快 所以它的貼背感 以及我剛剛提到的扭力 其實很快就可以湧現 今天這台車呢 我覺得有很多重點 包含它有選配套件 它選了一個運動化的懸吊 所以它讓整個車高降低兩公分 所以它的搖晃感會比較少 那再來它的軟硬度 因為它配了一個電子可變的 意思就是說 它透過這個電子去做一個操控 讓它的軟硬可以變化 像我現在調整這個駕駛模式 我現在調整到舒適 真的耶 它旁邊有一些不平的路面 對 這個時候我們的懸吊 就會變得比較軟一點 所以你會說很舒服啊 你看壓過這個坑洞 對 舒服 它沒有什麼震動 但是呢 如果我調整到 動力模式 這個路感的回饋 它會增加 尤其我們壓過一些 凹凸不平路面的時候 有 有 比較直接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轉彎 它不會有多餘的晃動 不會 很穩 對 高度比較低 然後二來呢 現在也選掉 稍微比較硬一點 然後平常就可以選擇舒適 舒適或節能 節能的表現 節能是怎麼樣呢 省油嗎 你最喜歡的 等一下 你最喜歡的省油 你看它現在 整體的調性都會比較舒適 然後呢 它的動力啊 或者變速箱 都會變得比較和緩一點 節省你的油料 像它每公升的油耗 它有17.5公里 在以前這個時代 這麼大馬力的這種車款 它的平均油耗 大概落在10左右 是喔 它很厲害耶 現在因為這一台呢 它還有一個Quattro的系統 Quattro是壁虎的意思 它是指四輪驅動的系統 OK 那四輪驅動的系統 它在車上的特性呢 就跟壁虎一樣 它可以把地板黏得緊緊的 還有黏力 抓地力 所以妳15歲開始開車啊 對 15歲 那妳開幾年了 這樣妳不就知道 我的女朋友嗎 可惡可惡 今天雨條其實算滿聰明的喔 好 我們來期待一下 因為她說她開車 開了滿久了吧 對不對 我現在找個地方停下來 好 讓我開開 讓妳換手一下好不好 我們女來賓好像我印象中 她算滿有Sense的 她算第一個會去調照後鏡 妳算有Sense的 我看得到 但是妳這個調法這樣 但是把它關起來 喂 才剛剛關妳而已 有啦 有啦 後視鏡折起來 沒有 我剛剛有點不大缺 然後怎麼轉 這樣OK 這樣OK 慢慢來 她都是先調這樣的姿勢嗎 對 沒有 我是先調椅子 這個是很好的地方 剛剛上課後沒調 沒有 我已經先調好了 妳想害我是不是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 而且很清楚 有沒有覺得它跟一般設計 一般很小 它好大喔 很大對不對 很大 跟妳的車子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儀表的時速跟轉速 特別小妳有沒有發現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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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變大 它就是一個 Virture的Cocky 什麼Virture Virture Virture的Cocky Cocky 就是它一個虛擬的一個 數位的一個座艙的儀表 這個是模擬的一個座艙嘛 你就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來 你手握方向盤來 對 感受一下 先開開看 先熟悉一下 好啦 先熟悉一下 來 轉開方向盤 熟悉一下 虛擬的駕駛的感受 很順耶 好 那我們今天體驗就到這邊 我們坐下車了 不是虛擬體驗是不是 這個是導航 它導航居然在這裡喔 對 整個整個這邊 但是這邊也可以 MMI也可以導航 那今天為了是 卡牙到駕駛安全 兩邊都有 那就是卡牙到你實際上 開車只是 可以直接 對 不然每次就要一直這樣 這個其實就是原來我們車廠的 對我們MMI的系統 它就是透過這個Navi的地圖 或是智慧型的手機 智慧型手機 導航電話 您的多媒體 我這樣對這台車大加分 大加分 對 就不用施車了 對啊 就不用施車了 你都虛擬體驗完了 沒有 我要試一下 跟大家說拜拜 我要試一下 大家試試一下 好 那我們把它看完好不好 好 現在來輸入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它可以直接這樣子寫嗎 這個 手寫板 除了手寫之外 它還有這種 聲控的導航 對啊 就是 可以跟他講 可以跟他講 可以 因為這台車它有配什麼 Siri 你好 正在處理項目 正在搜尋零所在地附近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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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 您到你身邊 不是 但是雨喬 畢竟它是一個車用的Siri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像你有一些疑問 晚上想要吃什麼 或者是要去那邊看電影 很久沒有辦法問他 這些 有出寫式的指定證 它就是有指定的指令 指定證 對 所以不要跟他聊天 像你好之類的 對 台灣很困擾 這樣我們這邊 有些是選配那個S 它是S9 我們剛剛從外觀也看過 不然這個座椅 很舒服 它有多項的一個電空 它也是一個S9的車 很像那種跑車的感覺 對 它讓你 真的有凹進去 對啊 然後你可以比較 它的質感看看 有 跟你的車比較下來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品牌呢 它的特色就是什麼 質感很好的 後面聊吧 後座也有單區的溫空調 我這邊可以獨立的調整溫度 很棒耶 真的真的不輸雙臂耶 我覺得還滿好的 對了 你不要挑我的 你有一點道德好不好 你挑自己的 你要它能死 對啊 你看 你們兩個 前面可以調冷燈 後面可以吹暖氣 這個就是它的好處的地方 然後包含 你看這個按鈕 它是觸控的 基本上調整 就是要再去摸它 對 包含車內燈 你看這裡 這間要看著 這個是觸控式的按法 但是以科技文明的這個品牌 你覺得要怎麼辦 好 我們先把關鍵好 然後神控試試看 開燈 沒有啊 開燈… 關燈 開燈 開燈 神控意思是 叫它幫你按鈕 對… 你剛剛好像聲控 我要怎麼按鈕 對 它是觸控的 這不錯耶 對 因為有時候暗暗的時候 可能找不到這個鈕 對啊 這還滿好的 這樣手這樣感應的 後座空間怎麼樣 我覺得後座空間 我覺得 像現在 西部空間大概兩個拳頭 我覺得可以接受啊 頭部空間大概一個拳頭 四個指頭左右 我剛剛坐後面我覺得滿OK的耶 即使是長途也不會不舒服 但是還OK 還OK 但我覺得 比較硬一點啦 發放也比較少一點點 這台車標配 選配這個最高級配的電子 全景天窗 對 全景天窗 那你熟悉完了 熟悉完了 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好 你真的是滿等不及的喔 再檢查一遍 再檢查一遍 檢查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不要嚇我啊 再看一下 手煞車 OK 好 小燕哥那個 他手煞車不用在那邊用了 現在要按線很可愛 電子式的 而且他踩一下油門 其實他自己會放不及 對 你是要這麼用喔 那你熟悉完了 熟悉完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好 我們可以出發囉 好 你真的是滿等不及的喔 再檢查一遍 檢查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不要嚇我啊 再看一下 手煞車 OK 好 小燕哥 對 他手煞車不用在那邊用了 現在要按線很可愛 電子式的 而且他踩一下油門 其實他自己會放不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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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這麼用喔 雨喬 妳在澳洲到底是怎麼開車的 就像剛剛那樣啊 沒有啦 我剛剛是在測試啦 我現在我平常開車這樣穩穩的 妳現在在澳洲開車 都是發揚國威對不對 嚇一下澳洲來告訴妳 什麼叫台灣女性 沒有 還滿凶狠的耶 妳怎麼會一直往中間去啊 有嗎 有一點喔 對… 真的假的 要避水飄啦 不要壓到氣水 沒有…這台車OK的… 它四輪轉動 對 就是有那個凸起來的那個 還有它的安全配備 其實也很充足 還有六顆氣囊 六顆氣囊 對… 哪六顆 就前面兩顆 然後側面還有這個氣 六顆 然後相當的這個循跡芳花 然後車身穩定的這些事情 全部都有 沒關係 我們介紹過這個 硬直擦蟲 八蟲 對… 雨翔妳開得好像都比較靠右邊 真的喔 對啊 可能右架吧 有可能 會有一點 它左右還… 不好意思 妳小心不要把小星哥削掉了 她對妳來說是多餘的一邊妳知道嗎 我們兩個是裹的 對 小雲她多餘的 因為我已經太習慣右架 因為他們才右架 因為他們才右架 小心喔 不要不小心被削掉了 我記得我應該會偏某一邊 然後我也想不起來 對 因為我是右架嘛 我應該是一直想偏右邊 對 要稍微偏左一點 因為… 因為我都是… 我都是以那個線為… 就在水溝跟妳為線 妳就直接水溝蓋跑法了 這個來賓開得還滿猛的 還不錯 來 周天請… 我們如果來一個這個… 排行榜的話 你會給第幾名 你是說真的開還是 主持人尖叫指數 真的開啦… 我覺得應該沒有第一 也有第二 真的嗎 我覺得應該前三名有 對 前三名 謝謝 但是唯一一點建議你的就是 還是要對準那個中線 還是要… 就是你會太靠近中線 對 左右架還沒調整 對… 我覺得它很厲害 因為從右架跳到左架 可以有今天這樣的表現 對 真的厲害 反正是要提到今天 一整天試架下來 來 小型哥有什麼新的 它的這個動能科技 這個2.0TFSR252P 加上這個輕量化的搭配 整個加速的性能 我覺得很棒 那宇強我覺得怎麼樣 喜歡嗎 我還滿喜歡的 我覺得它開起來很順暢之外 我很喜歡它有一個 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 沒錯 就是可以用手指頭 手指頭 我猜錯 我以為是這個 觸控那個小燈 室內燈 這個也不錯 比方說我們想要去哪一個地方 餐廳什麼 就可以直接用手選人 而且最特別的是 它竟然還有聲控 Siri 對 這很棒耶 人性化 對啊 超人性化 所以你可以一邊開車 然後假如說你要去A一點 你想換到B一點 你可以馬上跟它講 對 然後它就跳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去 你要去的地方 很方便 對 也是一個安全性 對 而且讓你更方便去使用它 讓大家可以更懶惰 沒有… 而且更方便 使用 更方便 更人性化 沒錯 然後包含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全新一代 推出的代號B9的A4 包含小晴哥提到的動力 懂節能 還有宇強提到的科技感 然後還有它整體的外觀 外觀稍微動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帥氣度完全就不一樣了 全新進化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感受一下 這個世代的全新科技 今天也謝謝余翔 謝謝 那最後呢 也要帶著大家去愛車鎮搖室 現在我們朋友小海的車 走 還唱 不要唱 不 這什麼歌 這個聽海 對 你不是說你小海 你的朋友要來 小海的好朋友小海的車 認識 小海 小海應該認識他吧 你應該認識他 等一下小海是怎樣 觀眾朋友認識你小海 他在豆腐店上班 你說彈圓拓海是不是 對…小海的車 86 等一下… 這哪是86 第一個86 它的品牌呢 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稱它為牛頭牌的TOYOTA 豐田 但是這一台呢 SUBARU SUBARU BRD 對 觀眾應該也知道他們之間的 這個孪生的親密關係 你這樣講我想起來 他們兩台好像是出自於 這個合作的關係 對 那個其實 嚴格說起來 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那個TOYOTA的社長 豐田張男先生 豐先生 他找上了SUBARU 因為想要緬懷 再來繼承 傳承當年這個86的精神 FR 小跑車 我想起來 而且這個豐田張男社長 他以前就很喜歡賽車 他非常熱血 我印象中好像每年都去跑 這個紐柏林代酒賽 其實SUBARU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他的這個4WD跟這個Rally WRC的這個 Rally賽 威煌的戰績 超厲害 但是他這台車是後驅 後驅 他怎麼做得出來對不對 剛剛不是講了 豐田會支持他這個相關的調教科技 這個就是他憐憫厲害的地方 那這個廠牌還有另外一個恆心科技 恆心科技就是4WD跟水瓶對握 水瓶對握引擎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我們 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樣子 對… 他的活塞是這樣 對…他的活塞是橫的動的 對…而且他的重心很低 那這是關於這一台車的故事 但是今天我們是愛車診療室 對… 我們要談的呢 那就要看你這位朋友小海 對… 他做了什麼樣的升級 對…這台車基本上是藍的 是代表SUBARU的標準藍 這個廠牌標準色嗎 對… 它的Rally 招牌都是用這個塗裝的 對… 然後這個黑色我們看到就是卡縫的外觀 對… 這個是全碳纖維的 碳纖維的 等一下… 到保桿閥挖洞 這個進氣孔 到引擎蓋 到車頂貼皮 到車門 整個車門 就是整個車門都是卡縫維 來…看這個 好輕喔 對… 就跟你說是整個車門 只有把這個門飾板再裝上去 這整個骨架都已經換成卡縫維 真的是整塊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些碳纖維 對…卡縫維的紋理結構 它是整塊碳纖維 對…然後這個上面 這個應該是不可能換嘛 對…這車頂它還是 它只是把原來做一個貼皮 一樣是… 那其他我們剛剛講的地方 就是真的是整個換掉取代 後來這個行李的尾箱蓋 這也都是卡縫維的 正卡縫維 尾翼 尾箱 跟下面的這個定峰擾流 哇塞 這個小型都這樣改 大家一定想想說 那為什麼不全部都改這種材質 對… 因為貴嘛 對… 但是這樣的套件 這一台我們剛剛有問這個小海 他說大概花了好幾個月薪水 大概20萬左右 新台幣20萬 豆腐也滿好賺的 20萬不小筆的價錢 但是我覺得 如果它真的全部都是碳纖維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滿划算的 對… 而且它的造型 對… 還滿霸氣的 這邊也可以看到它這個F-I 中尾段的排氣管也換過了 不過這邊我有看到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沿著這個線條 小型哥我發現有幾個玄機喔 第一個…你看 它的卡鉗是不是有做強化 對…它是用這個GDP Impreza的Brembo卡鉗 所以它煞車做了升級之後 我想因為它的動力應該是有強化 所以它要… 所以它不能為了安全改煞車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嗎 但是改這個我覺得 對啦… 就是熱血性能的這種標章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線條 對… 第二個…你先幫我開引擎蓋好不好 開引擎蓋 它有墊高嘛 這邊是有墊高 對… 不一樣這個是為了讓它撞風的時候 也是…因為它有開這個鼻孔 對… 讓風格散掉 然後這邊墊高一點點 它就有空隙讓真的空隙出來 那我就想看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喔… 像藝術品一樣的引擎式 而且它這個引擎應該好輕喔 對…很輕 甚至輕到它有一點都歪掉了 對啊… 因為太輕了 它是卡碗的一個結構 但是我覺得更吸引人的 就是它的整個引擎的內部 對… 嚇死人 在這個位置其實會看到 我們剛剛介紹過兩個廠的聯名 空油系統是Toyota 加上這個水瓶對我Subaru 有沒有發現前面它有一組蝸牛 Turbo Key 而且我好喜歡這種管 對…這是泰河精的管管 這就是泰河精手工去燒的一個 精氣的管路 好漂亮 我覺得好像藝術品 包含排氣 它都改成一個泰管 嗯…還有一個高流量的 這個濾芯嘛 對不對 然後包含它這邊也用了一些 運動護腕嘛 對… 有時候打球啊… 送貿府啊…職業商 小海有空檔會去打打籃球 喂…打籃球這樣… 沒有…它其實是要讓這些 像是煞車油壺或是機油心 這油氣我們知道開酒會有一些外勝 所以它才可以維持這麼乾淨 也算是有一種配色 我覺得配起來也滿好看啊 滿特別的 對 然後這邊也用了拉桿 對 它的結構也去強化了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好像不太對勁 電池這樣的大小不太對吧 其實這是這幾年很流行的 叫做鋰電 它不僅是效率好 其實你發現有沒有體積重量 好小顆喔 超小顆 這麼小一個 大概跟我們摩托車的小電池 差不多大的一個體積 我記得它的售價大概是 一般電池的五到六倍左右 差不多喔 所以如果你要輕量化 其實我覺得是最划算的 改一個電池 對 沒錯 改一個電池 對不對 小小的東西 比較輕了十公斤的 讓車頭的這個平衡性可以種更好 真的是藝術品 對 好多顏色喔 包含它的螺絲 能不能觀察一下 這個小海為了輕量化 至終必較 連這個螺絲也都換成 輕量化這個鈦的螺絲 難怪 顏色 我看全車這樣加起來 應該也輕了五到十公斤 厲害厲害 然後它的引擎 這邊還有渦輪 對 Turbo Key 做了一個強化 大概0.78 達到大概300匹 原廠大概自然經濟 是200匹左右 提升將近100匹 那我們可以去試駕了吧 走 試一試 安全帶 哇賽 這個連座影都改掉了是不是 紅色的耶 對啊 配紅色的安全帶 跟我想的一樣 熱情熱情 它這個是一個賽車的同意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升級的這個座椅 應該更不錯 還滿適合我們的身形的 對啊 跟這個小海的身形差不多 對 它的包覆性 坐起來還滿舒適 雖然是這個不可調的同意 內裝的事件上 它也換了一些卡蹦的飾檔 對 比外呼應 前方儀表 前方也看到這個渦輪壓力的控制器 椅子這邊有一個多功能的儀表 這個可以操控什麼 這個是一個相關的水油溫的顯示 不過今天沒有節電 對 就有點像以前的那個三輪表 只是整合在這個地方 對 它後面全部掏空了 我覺得嚴格來講 這台車 其實這是一個FR的2加2的車 對啦 嚴格來講2加2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這種大人 我覺得不要去考慮做後座 今天小海為了送貨 把後座拆掉 對啦 不過我覺得OK啦 這樣輕量化 我覺得對一個熱血的車迷來講 是可以接受的 對 前座的這個座姿 還是很有跑格 而且這個賽車也有降低 然後開鮮尾啦 我手排啦 那個手排 這個手感感覺很不錯耶 對 等不及了 走吧 上路吧 上路吧 上路了 走 Go 你幹什麼 這就怎樣 別哭了好不好 這個叫做 不是 這也是名字 這叫快拆 快拆 我知道快拆 但是你剛剛 因為它只有小海改了賽車而已 然後它本身前座的空間 比較淺一點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快拆啦 因為這個體型進出的方便 所以這個小海都快拆 這樣才對嘛 要故意把它拔下來 對啊 好 走 好 走走走 其實這個方向盤也是有品牌的喔 你不要去亂改一些雜牌的 它那個材質其實都是很講究的 那那個如果硬度太硬的話 你在發生碰撞的時候 它可能會撞傷你的肋骨 那如果是有品牌的話 因為它會有一個潰縮的機制 所以它就可以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你會不會開啊 手牌的喔 手牌的喔 以前也是這個Depresa的車主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牌子的車 這個聲音 它是不是 它改了排氣管 升級的排氣管時間 這個聲音 喔 還滿有質感的聲音耶 你看抓到這個增壓Turbo Key 大概是到了300匹的出力啊 現在我們在這三路雖然 還沒有做一個比較激烈 一個順順的這樣的一個 而且它的底盤 它是不是有去強化 對 它換了這個日本品牌 阿拉古斯塔的這個 Iron Key的這個套件 阿拉古斯塔 阿拉古斯塔 最大的是一個樂圓拔音 它的靠間 這個Iron Key 比較二十段的設計 舒適性還不錯 而且它的賽車椅 整個屁股機 只是它直接在反應 我覺得舒適性不錯 我覺得舒適性不錯 但是你沒有小海的豆腐 可能會破掉你知道嗎 因為它現在路感很明顯 所以不只開的人 我覺得開的人會比較喜歡 坐在旁邊的人 可能會燒險這個 整個路感的顯現上面 是比較明顯的 對 而且它這個升級 從17吋升級到18吋 這個 而且它換的是很熱血的 這個R888油溫的半熱熔 是不是之前我們有介紹過的 對 我之前是泰巴RFK部有試過 那時候我記得有分印象很吵 不過今天好像聽不太到 因為排氣管比較更吵 如果有一些事 我都會滾來滾去 抓到那個地的聲音 不過今天是 排氣管的聲音 對 這條胎 對它依然也很深刻 它很黏 然後現在我們在跑的時候 雖然聽不到它的噪音 但是聽得到有黏起東西 然後打到這個內龜的這種聲音 小石頭都堆起來了 怎麼樣 開起來如何 我覺得依然是很輕鬆很輕鬆 而且它會換人生一些 輕量化的靠件 比我當初試的86 我覺得這個轉向性又更好 因為它做了很多碳纖維升級 所以它的重量應該輕很多 對啊 當然 包含它改了這樣 小徑的方向盤 賽車椅 對整個人的這個操控感受 都會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加上我們一次介紹它的這個 避震器 跆拳的升級 而且我覺得你現在啊 你現在在開喔 尤其你是在一個 往上的山道 但是小型哥的轉速 一直維持的很低喔 大概2000多轉左右 我怕這個排氣管 它這樣一退檔 排氣管非常大聲 我們就沒有辦法 那麼輕鬆的聊天了 喔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聲音耶 而且它近期的管路 也做了一些強化 一聽 在加速的時候 也可以聽到前面 近期的吸氣聲 真的耶 排氣的聲浪啊 洩壓的聲浪 整個都是一個很機械的回饋 我覺得 哇 開一下 因為我也是手排米啊 又找回當初開引迴茶 年輕的感覺 喔 那是你 我現在還在開手排 好 就當了 我還是手排米啊 依舊是那個年輕的小夥子 我真的一轉手排車 它開起來太好玩了 喔 這個聲音 好聽 它這個是不是泰管啊 對啊 這是應該是泰管的聲音 泰管的聲音 比較清脆一點 因為泰的排氣管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音 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泰的排氣管 它不只聲音特別 它的重量也降低了 然後包含它的馬力啊 扭力的數據表現也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是這種 這種性能車 這種玩樂的車款 整個心情都很好喔 即使身材發福的小型哥還是依然開心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很好開啊 它這個FR很簡單的一些 雖然它也是有一些 這個循跡放滑的安全輔助 像這個VSC 我們都是把它在暗開的狀況 因為我們今天不趕時間不送豆腐 對 可是要安全啊 對 我們現在這一個三道試駕 我們這樣送的話 豆腐早就都破框了 我覺得它的底盤反應很穩啦 然後當然你在比較高速路彎 比較晚煞車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車尾 有一點想要橫的出去的感覺 不過它會很明顯的傳達給我 不會說很容易就讓你覺得 很慌恐或失控的感覺 就是知道說速度太快 你會馬上收油再過完 你就可以很快的一個過完這個彎 這個全部的操控都操之在擠嗎 一般我們試有些車 為了要閃這個引擎的上面 還會把引擎蓋加高 那這台完全不用 它引擎本來就防得很低 這個就是水平對臥 這個科技帶來的好處 重心 那就是這一台車 這個廠牌 它是有擅長的技術 所以為什麼要做一個 兩個廠牌的聯名啊 合作啊 其實就是技術交換 然後打造出這一台車 用各車廠的精華 集成技術 就是這一台 那我們包早封車區 我們兩個也算聯名嗎 我們也算聯名啊 我們兩個是成龍耶 成龍是什麼東西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的心 成龍連線啊 你不是一路嗎 我成 為什麼是一路啊 好 跟子實踐 唉唷 輸了喔 不好意思 又是球鞋踩到 球鞋穿太大雙 沒有 小芹哥客氣了 其實跟子呢 是手排車的一個 退檔活動的一個技術啊 好 這樣也可以感受到 小芹哥的確啊 以前就是一個手排混啊 以前也是年輕過的 不錯喔 小芹哥保到未老喔 保到未老啊 對啊 找回年輕的感覺 就是要開這種車啊 正所謂人老腳不老 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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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跟飯桶一樣犀利喔 好過癮喔 東西忘了拿 好 只要帶回去就好了 那要還給小海了 對啊 你今天開起來開心嗎 我覺得很棒啊 像這個兩個車廠的聯名 做一台這種 復古味的這個 F-R的小跑車 希望以後 越來越多車廠 做這種的一個 復古車 因為我覺得現在 車太多電子科技 就幾乎沒有那種 機械的樂趣 對 樂趣啊 但是你覺得 它的升級怎麼樣 升級我就是 像我剛剛試車過 我原本會覺得 有一點好奇 甚至懷疑 因為我直接試過原廠的86 雖然我沒有開過BI 但是我覺得這個底盤 你86它在原廠 我覺得就調教很有樂趣 均勻性很好 避震器也不會太軟 色情抑制也OK 那我覺得如果要改裝的話 一不小心可能會 破壞掉它原廠的好意 但是今天試了這台BID 它改裝算是滿重度 動力也改成NA變TURBO 對 底盤也全部都升級了 避震器 煞車 胎拳 甚至到了半競技的熱龍盤 但我覺得整個路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道路試駕 我覺得像我現在椅子坐在旁邊 應該會覺得它這個 平衡性的調教非常好 很成功的一個升級 我覺得不錯 其實有一些人對強化 或者是這個升級這些名詞 有一些負面的聯想 好像我一去升級 我就要改得很擁抱很多很多 絕對不需要 對 其實不需要 我們今天想要告訴各位 其實你做一點豐富的妝點 去做一點些微的強化 你的車輛就可以獲得很高 很多的樂趣的提升 其實呢 強化車輛 就是一件這麼有趣的事情 好不好 那今天帶著大家認識這台 非常特別的聯名車款 很棒 還有很成功的一個升級的案例 是 希望大家以後呢 都可以好好享受 這樣豐富的樂趣 對 那接下來呢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個單元 好車鑑定王 哈囉哈囉 我把我們粉絲頁上面 這一兩個月的累積的 觀眾的這個 需求都整理好了 要不要看一下 找車 觀眾找車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以為我閒著是不是 怎麼了 你看 爸媽 我上電視了 我上雜誌 我上雜誌 好棒喔 好啦好啦 觀眾找車啦 對 我沒有閒著啊 不是 因為我剛剛把一手車的訊息都看完了 然後現在我在幫你看二層這個訊息 雜誌上面的 對啊 這個也是方法吧 對啊 然後你說 對 我們累積了這麼多觀眾 我都把它做成千 我們等一下要來抽一位 所以你還沒開始找啊 對 因為太多了 很多觀眾都會來 小小的疑問或是抱怨 所以怎麼那麼久還沒抽到我 然後我今天特別把它做成千 我們等一下要來抽出來 是公平 然後等一下再找車 我們是有在幫觀眾認真找車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Agrade Lee Agrade Lee 預算50萬 而且要找進口修路車 因為我寶寶剛出身 重視空間的安全性 車領五年內 希望有VOLVO的安全性 好 好 那什麼尼克先生 尼克 30萬 1990到2000年 要編到16 16日歸所 好 曾先生 想要找比較小型的SUV 中先生 45歲 預算60萬 蛤 想要找GT 這個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圓夢 這個我有點困難 小型哥我有預算50萬 我想要找一台小牛 OK 不是 這個有點太強人手 這個還鬧的這個拿 太強人手 還有王偉文先生 蕭先生 蔡志文先生 方先生 曾先生 好 我們把它丟進去來抽獎 來抽獎 把它折起來 你為什麼折 我再統一 對折再對折就好了 好 好 現在都丟進來了 來 拍一下 特寫一下 特寫一下 以示公平 現在我就是隨機的 把它晃一晃 來 小型哥 請 我抽喔 你抽啦 你抽 我來找車 我抽喔 來 你抽 我來找車 你抽 我來找車 我給你抽 黃先生 委託人 黃先生 車款 媒體業 你看得這麼快 同行的 媒體業 年齡30歲 對 國產SUV 國產SUV 預算60萬 希望車 希望車禮 五年內 里程上限是 10萬公里 10萬以內 對 這樣好找喔 我覺得 我們幫他找一下 應該 我心目中已經有一些 可能性的車了 OK了 60萬 這麼快 五年內還OK了 因為其實國產 這樣滿好找的吧 對 國產 好嗎 那就丟著你的腳步 走 我們去走 走 來 國產SUV 很多選擇 這幾台都算 你知道耶 對 很多很多 每一次弄就弄了三台 對啊 對 所以能見度最高的幾乎 就是這三大品牌 這個也是CR-V 在路上常常看到 對 二代CR-V 然後這個也是上一代的 X-Trail X-Trail 這幾台車型的 對不對 可是這樣消費者 在這個市場上 有很多可以選的 該怎麼選 對啊 現在國產SUV 其實它的排氣量 大概比較熱門的車型 都是2000到2500之間 也有2400的這個級距 那其實也有分成 傳統比較有這個 輕度越野的 四輪傳動的這個設計 對 或是比較偏都會實用性 前驅盤本 這樣的一個概略的設計 我們今天要讓它找到一個 最瀕臨它預算的 這樣的一個車款 所以你選 應該是選這個 都不是車三台 還有更好的 不是 你講的跟真的一樣 還有更好的選擇 我帶你去看 是要拜給你 拜給你了 黃子 黃子 哈囉 看得怎麼樣 這台原漆原版件 原版件 狀況不錯 一台車 所以你選 用預算來選 對 60萬 但是我覺得這一台 在路上能見度其實很高 很高 暢銷車 非常棒的車 你們覺得為什麼能見度這麼高 其實我跟觀眾講一下 其實CRV 對 一台以來 在人球的火山率 排行榜上面 無論是美國消耗排行榜 對 火山率大概 都是名列前馬的 那黃子你剛剛 幫我們看的這個結果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有問題的地方 對 其實這個車的火山率 真的太好了 甚至說 到2000年 2001年的車 現在的市售行情 都還要大概11年 2000年 那已經16年快20年了 對 25萬 這個車的保值度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你這台車一年的折舊 它差不多在5萬年 非常保值 一年的折舊5萬年 對 你這台車是2400公里 2.4 保值在哪裡 跟2.5角的穗金 是一模一樣的 對 但是你的享受是多了 400公里的享受 無論馬力跟牛力 都是比較優勢的 是 好 但是重點 對 重點又來了 對 它的價錢是多少 你們這樣講 我很害怕 對 它的保值性好嗎 顏色又漂亮 而且這台車有包有電視 原廠大包跟原廠電視 都是瞭解 特別豐富 棒 這是原廠的套件對不對 對 原廠 你這樣講 我很不敢拆駕車 對 沒關係 我還是先來知道一下 這台車的規格好不好 這台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三代半CIP 它是2011年的 它的里程數 也依照黃先生的要求 要10萬以內 對 這台跑了7萬多公里 7萬多公里 一升多公里 就是5年以內 對 那它的新車價大概是多少 新車價大概 我記得是在94、95萬左右 好 猜猜看 黃先生 我猜這台車它的售價應該會落在65萬左右 好 那我們就請藍老闆來為我們公開這個車的價格 好 歡迎藍老闆 老闆 老闆手上有關鍵的證物 對 老闆 老闆你好 你好 首先當然還是要請問一下 這台車的來源到底是哪裡 來源喔 這台車一手車 而且它自己都放入車庫 只有假日才有在開 對 外觀看起來真的顧得很新啊 放車庫有差啊 包含它的漆的這個狀況啊 內裝的皮飾 都會差很多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冒昧的借我看一下你手上的這張 身分證 包含它車身號碼啊什麼的 然後外觀圖有沒有 還有結構圖裡面異常 好 這個你剛剛看過了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第三方吧 對 第三方 對 車況檢查說明正常 正常 正常 有異常 我看錯了啦 騙你的 我看你會不會心虛 這個測試一下是正常的喔 好 都沒有問題 目前都沒有問題 來 老闆拿著 還是要請你來告訴大家 這一台車它的正式售價 到底是多少 九十六萬 六四我們老闆有點小困難耶 小先生說他預算只有六十萬 而且 對 可不可以給他一個更優惠的價格 優惠喔 要買現金還是貸款 現金 好說他預算六十萬應該只有現金 也有可能貸款 有可能貸款 對 貸款的話算你六十四萬好不好 如果他拿現金來買的話多少 現金的話喔 六十三萬九 但是有沒有可能 給這個觀眾就剛剛好六十萬這樣 有貨的價格 其實真的 現在車商很辛苦啦 所以喔 這台車賺沒多少 再便宜五千塊給你們好不好 六十二萬九 扣五千 六十二萬四 六十二萬四 好小型哥 今天呢 我在這邊先宣告你 就是 失敗 對 今天的價錢稍微硬了一點點 但是剛剛喔 王子也一直在講 這台車的重點是什麼 對 多點是 對 保持 保持 妥善率 所以他的車價會稍高一點點 不過今天 小廷哥因為今天我們剛剛 拿到任務直接出來找 其實還滿困難的 對 你們就知道這個任務有多困難 那今天呢 這個 在榜觀眾奧義喔 還要在 在奧義 在奧義 滿道 對不對 今年的燃料排到這個 水料在裡面 在奧義 你沒有看到這個老闆的 這個汗桌乳雨這樣 全身都濕了 對 有沒有空間啦 真的有沒有空間 有沒有空間喔 對 其實在於錢的問題而已 對 好不好 跟王子講的啦好不好 稅金我幫你處理了啦好不好 就這樣成交 稅金處理掉喔 新年的稅金處理掉 然後六十二萬四 其實我覺得 以這台車的車礦 車庫車 那麼保值 妥善率那麼高 我覺得算划算 但是呢 今天個人小型哥算失敗了 好嗎 但是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撥到第十四集 第一次遇到 也才一次 就是價格有點硬 但是我覺得今天 黃先生我也幫你挑到了一台 非常非常好的車 它整個車礦非常的漂亮 那老闆呢 也是被我們砍到流血啦好不好 那以後各位觀眾 如果我們去購買車輛的時候 也記得 照我們這樣的方法 第一個攀關西嘛 我們同業 然後呢 撒假 撒假 但是記得 車商畢竟是商人 他還是要理會利潤 做一些售後的服務 這些我們都不斷的在告訴觀眾朋友 是不是 小學哥 沒關係我們下次會再接再立 我們下次再抽出幸運的觀眾朋友 但是更重要的是 這邊 還記得嗎 對 要到我們的 寶島風車訓的臉書粉絲團 參加我們每個禮拜的抽獎 也可以再來還告訴我們你們的需求 沒錯 而且我們每週六的下午四點 節目首播 重播是凌晨一點 一定要記得收看我們的 寶島風車訓 拜拜 拜拜 什麼時候寫真要出 因為還沒看你嗎 寫真就有點… 對 是 聽到週五的瓜仔都要吐出來了 可欣哥 五湯喔 五湯喔 你先不要啦 你幫大家出個汽車寫真 對… 如果我要出我的攝影機 那可以… 你不要這樣嚇大家 那OK那OK OK